现在我已经下到第二层了 我现在从上面下来了 旅游的时候就想到了伴侣的重要 学习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就够了 但是你说旅游的时候没给你揍线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找别人照吧 他就给你咔嚓照一下 刚才我找了一个男的 他挺认心 给我照了两三张 但是照得非常的不合我的心意 然后我再这样子再造一张 又很麻烦角度 哎呀这感觉麻烦上不太好 这个就是倒霉之处 下次我怎么时候能发明一个 就是说这个相机我可以随便给他放 然后我可以照出来自己相机的效果 这个我估计以后 随着科技的发展就会能做到 现在美国有一个悬浮相机 就是你这个相机放在这 就是放在什么位置 它可以悬浮在什么位置 但是像素不高 而且能在研发阶段 这个什么地方它能达到这种 像我们普通相机的这个水瓶 那就行了 哎呀又见他这个公园 你看这公园做的楼票 我就欣赏这个绿地 我认为城市中如果没有树的话 那简直就不叫城市 因为我开简直表示 谢谢大家